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am ultimate in early game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 我的方舟生存進化啦 我們今天一樣齁 要做同一件事情齁 各位別我想應該也知道了吧 影片封面都告訴你今天要幹嘛的吧 所以我就不多說啦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要去找這一隻 澳洲的都市傳說神秘生物 他叫做本耶普 是在discord群裡面有一位 有一位觀眾呢 他跟我說 老頭這隻你可以去找看看 希望我去找這一隻 然後並且把他捕捉下來 OK沒有問題 那麼我們今天這一集的行程 非常的簡單齁 就是直接去抓這一隻澳洲的傳說生物 那他其實長得有點像 大地藍又有點像原人齁 你就把他想成是 原人跟大地藍的綜合體就對了 然後呢他會有一些能力 那等我們抓到之後呢 我們再說 我們先來做一下他的鞍齁 把他的鞍給做出來 這個叫做本耶普 水泥100 我應該夠吧 這一隻呢 哇他是大地藍 跟 原人綜合體 那這樣一來的話 他一定是可以坐下 就跟我們的 影面龍 影臉龍 跟那隻龍一樣可以坐下 不過恐龍可以坐下其實 他那個嚴格來講不能算坐下吧 算是趴著 好啦算了管他是什麼 哈哈哈哈 我們就趕快過去吧 哎我們的武器呢 麻醉槍全部都準備好了 直接過去比較快哦 那他在餵魚的地方在沼澤 我們來搜尋看看 有沒有這傢伙 來 OK 搜尋 哎 有五隻 全部都位於在這個方向哦 等級都是落在155到165之間哦 OK啊 那我們抓一隻165的好了 一隻雄性的 一隻雌性的 隨便啦 抓一隻 抓一隻雄性的好了 然後把他交到這邊來 OK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就直接過去 還蠻近的嘛 一千多公尺而已啊 奇怪啊我的那個雷 我的哈特之歌翼龍 跑去哪裡啦 哎 我看到了在外面 他被我停在外面去了 好 沼澤地區 我覺得他這個 這個生物位於沼澤 其實蠻麻煩的 因為 沼澤附近太混亂了 然後再加上又是叢林 實在是不太適合在 高處 哎 不過他在沿海 哇 他在哪裡發呆 他在打誰啊 哇 這邊那麼多哦 這叫我吃卓越飼料 KO馴服 他在那邊打什麼東西啊 啊 打又打不到在幹嘛 啊 這個是怎麼回事 這個卡住了是不是啊 哇 怎麼長這樣子啊 哎 他們都卡住了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動了 我還在想要怎麼抓比較好啊 嗯 這個地方沒有高 沒有比較好的視野 說實在的 要抓也挺危險的就是啊 好來他來了 哎 他為什麼不會想要攻擊我啊 這看起來就是很兇殘的生物啊 哇他卡住了啊 卡住我繼續啊 趁現在還沒有其他生物來作亂之前 哎 他直接跑掉欸 他那麼膽小哦 這種不是 應該就是你打他 是怎麼了 哇 這嘴巴冒冒冒 冒紅光是怎麼回事啊 他超生氣 他快要打我 哇 oh my god 我被他咬 打到之後直接緩速欸 哇 葛屁了 這超危險的 這什麼東西 走開 好 繼續射 他好像沒有生氣 就是沒有發出紅光之前 他都不會想要攻擊你 好像是這樣子啊 所以說我可以趁他 未發紅光之前 好 多射之 多射幾件這樣子 有中嗎 我強效真的很好用欸 建議各位多做強效麻醉 他現在被卡住了 希望我不要又死了 沒辦法在森林裡面實在是太混亂了 我沒有辦法真正的看到他長什麼樣子啊 先把他射暈再說好了 哦 這希望你一輩子就這樣卡住 我就可以這樣直接抓你 165級 他動他動他動 哦呦他沒有追我 沒事 自己下自己啊 雖然話說是他發紅光好像才會追人 但是 他衝過來我還是會感覺有點可怕 什麼聲音啊 怎麼一直會有那個很像閃電 啪啪啪的聲音 我剛才前面沼澤看到了什麼東西 不要打我哦 不要 不要打我 回血回蠻快的嘛 射中頭上加5%是不是 沒有 加1%多了 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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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哦 mg 他會不會走上岸 靠超可怕的 超可怕的 不要過來 不要打我 他要打我 哦 不 不要 他好像情緒緩和了不少 好情緒緩和了是吧 哎呦 射到自己了 哦 非常好 我們的 我們的翼龍 當坦克 還有 還有被數也卡住了 快點快點快點 快成功了 嗯 再三發 你他媽裝快點啊 對啦 不要讓他下海 不要讓他下海 他下海就死定了 不要 哦 耶 boy 卓越飼料是吧 呃 卓越 呃 給你兩 個 啊 希望你可以吃快一點 啊 這樣我就輕鬆多了 近距離看一下他的臉 好像貓頭鷹哦 這道理是怎樣啊 這附近目前還好 非常好 站剛中 WTF 哦 這一隻 這隻不知道是什麼生物 沒抓過一個一個卓越飼料 KO 馴服 怕 不知道他什麼特殊能力啊 這豬二 哎呀 起來了 起來了 逛街逛到一半起來了 哇 你一起來就會抖 抖什麼東西啊 你都好開心哦 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你在抖什麼啊 按捏抖抖 有比較有比較厲害嗎 可以吃這個 秒負重 哦 根本就大地了嗎 那我看一下哦 他這邊還有講說 你可以告訴他 叫做一下 可以恢復更快 然後對毒液 還有輻射免疫 所以這傢伙可以去輻射 哎 可以去異變地區 哎 他完全免疫輻射 哎 啊為什麼 我站在這個地方 我就一直晃啊 這個模組是沒有做好吧 搖頭晃腦 然後這傢伙呢 他有激怒的能力哦 呃 可以獲得2.5倍的傷害 跟防禦 持續兩分鐘 這個能力必須要在激怒狀態下 才會出現 就是 應該是那個 眼睛變紅光的那一個啊 啊 觸發 觸發的方式 好像是 猛擊吧 就是 右鍵攻擊 有7%的機率會觸發 咆哮的話 有18% 咆哮是按C 你這個有在咆哮嗎 我看不穿你有在咆哮啊 嘿嘿嘿 等等 這個到底怎麼怎麼 好 讓他坐下讓他坐下 聽話一點 呃 他根本就大地然啊 大地然的坐下姿勢啊 叫起身 我起身又開始 OMG 讓我觸發一下憤怒啊 哎呦 憤怒了 攻擊力加30% 防禦力加30% 來 我們挑戰前面那一位 打架啊 666 攻擊啊 哦哎呦 傷害很高 傷害很高 哇塞 抓你抓那麼辛苦 大地然加圓人 其實他應該一點也不像圓人 大地然加貓頭鷹 把那貓頭鷹臉 有沒有 全身發紅光這樣子 完了 他應該是那種搖滾音樂聽太多了 你知道嗎 從小聽到大 有沒有 從小聽到大一直嗨啊 嗨不停啊 停不下來 看一下他下來的時候呢 他下來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而且越來越誇張 澳洲的傳說神秘生物 原來他的喜好是聽搖滾樂啊 好啦 這就是我們的本夜譜哦 哦 受過搖滾樂洗禮的 神秘生物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不好 那麼今天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生存 就要再見 下集 拜拜 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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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